这排气讲解是席卷天下 这是五阳碑的第二轮 红方旅亲 黑方六大华 开局是中炮 可以平风马 红方走的是巡河炮 黑方这个时候 可以飞右向 可以飞左向 也有上马走法 这招上马非常积极 主要是不让出局 那红方也就上马 威胁中路 黑方也就飞向 引红方发出去 炮清发容易被利用 帮黑方这个捕食出局 所以红方先出局 不着急 黑方你就是捕食出局 他也可以平炮打你 所以对方暂时出不来 黑方就狙八进一 这个棋主要是想狙八平六 把狙拿出来 红方当然可以把王狙 但是这样走的话 有点太用强 所以他就先拆炮 看对方怎么走 黑方出来以后 红方再掌狙 针锋相对 那黑方也就正常捕食 到这儿红方 不着急对局 因为你对完之后 可能担心炮平一手段 所以话 这里就先飞向 它是保持灵活 看你到底先出哪边去 这儿再针对它 发难 黑方是走巡河炮 顶起来 他是想把这个炮 通过一个闪击 把狙的拿出 那么红方就先吃一个 这儿黑方呢 刚好也出狙 这样的话 你如果再回马 他就可以走一个平炮去对 反而利用你 红方呢 赶这么下 他的目的是 狙九平六 准备呢 顺势平炮 腰对 然后呢 利用这边空门 握场马 追杀 所以黑方这个时候呢 他就切进来 到这儿红方 果然是这个气 双方进行了一个转换 那么黑方抢先 发难 他认为你上马 我将来必要时候 推炮勒住你就可以了 反正我碰你个相 表面看起来 确实是黑方 比较凶狠一些 那红方也就平居 抓炮 这边有一个向着马 吃着炮 试探应手 这招气啊 确实是 给了黑方考验 那眼看要狮子啊 从这往下看的话 似乎是黑方 已经不太好处理了 其实黑方有一招 马偶心四手段 非常凶狠 你吃我一个 我猜你一个 那很多人 肯定会把马吃掉 白得一个子 黑方就会点击过来 只要你吃 他杀过来 这边吃着马 这边一杀 吃双 这样能追悔狮子 红方这个气呢 肯定是不愿意啊 他要么就回马 要么就平炮 如果你平炮 他就打你 你就马一走啊 杀一将 那么你上去一破相啊 再杀你受不了 所以多子也是挨打 这一走的话 他平炮 无论你怎么下 他都这招气啊 就没支持杀你 所以黑方虽然少子 但是他确实 非常厉害 那这个气啊 抛气平五似乎不行 回马的话 这个气 将军啊 进来之后 再将军 不适以后呢 上马 踩着炮 吃着马 这个气凶狠啊 那么红方 如果说去吃这个炮 黑方踩掉之后 吃着马 又踩着炮 又吃着马 这边啊 肯定是占优了 所以红方只能先冲兵 威胁对方 黑方可以先向掉 避其锋芒 这儿吃着双 你也跑不了 肯定得吃一个 吃完之后 吃着炮 再串一个 想去得子 对方一抓 你正常吃的话 他这边呢 就可以选择吃掉马 然后呢 这个气啊 当然吃炮的话 将来这个气的结果 就是你杀将 他可以退炮回来 他将会多子 吃这个虽然也是多子 但是毕竟底线叫杀 你这里得解杀才行 一解杀呢 他随时给你一对 对完之后 把相给砍了 红方还得退回来 去守这个兵 不然的话 一吃就输了 这儿的话 其实黑方可以过足 双方呢 可以纠缠 红方虽然说多个大子 但是目前来看 你没有什么攻击手段 黑方这个足过来 不得了 你居还得看着兵线 不敢乱动 所以这队气 往下发展的话 黑的好下一些 去看红方能不能守住了 所以说这队气啊 那黑方是不怕的 所以走马五进四 比较好 既然要狮子 索性的弃子薄杀 实战的话 他是选择退回 那么这儿是希望你吃一个 他进居呢 先进后去 红方呢 不愿意啊 抓着炮仙手 黑方平一步打马 抢仙手 红方顺势一蹬 下一步踩霜 这个棋相当厉害 那么对方 他这个棋啊 看似好像可以走巡河鞠 不然你上 其实呢 红方一招神龙百尾啊 就可以打得 黑方措手不及 因为这时候 你的河口啊 就三个点位 这儿有兵 你过不来 这儿有马 这儿也有马 所以硬生成把鞠躲打死 那他不敢张起来 所以你看着他跳马 你还没办法 这棋呢 确实凶狠 关键是黑方 这个马的位置 他有点尴尬了 眼看一踩就要狮子 怎么办呢 黑方冲 红方就上 黑方呢 采取是浸泡 他希望你吃一个 我打一个 先去后去还串着你 那红方肯定不允许 他这儿呢 走了个马就用 简单踩相踩炮 卧槽 所以你必须得吃 现在卧槽没用 他打回去了 所以必须踩回来 这样的话 形成要交换 虽然说双方各吃一个相 但是这个棋啊 红方明显是有利 为什么呢 因为黑方 下面这个马上不去 上面这个马受困 所以这两个马的位置 太憋屈了 红方呢 近距还有吃炮的手段 一旦一掉过来 就可能会锁马 所以这个棋啊 简单还有卧槽的手段 你不太好处理 黑方到这儿的话 也确实是尴尬 他选择的招法是拘留进武 准备呢 去抢掉中兵 把这个马先看住 虽然说你可以先吃个兵 红方当然也能保 只不过他没有必要去保 这儿他选择进去先抓马 这个气凶狠 对方必须得退 然后他这里一平 要吃你的相 黑方也就吃了 红方呢 顺势炮打过来 这条气狠啊 那么打着相 对方也是尴尬 飞相之后呢 正常如果吃 他就会跟住你的炮 所以红方先冲兵啊 这边呢 就是不给他炮过来 然后的话 对方进一步啊 这儿的话 他卧槽 再把你想办法回引 一旦你引回去 他一吃给你转换 你跟着炮也没用呀 所以这儿黑方也就决定知识了 一招两用 这样的话就不会丢相 但是这个卧槽马 确实也厉害 你上来之后呢 这边可以点姜 不过对方可以填嘛 暂时没用 因为回去还是姜不了 他有事 所以的话 红方也就没有点姜 他选择是平炮过来 就先打马 然后再威胁你 黑方这个棋也是尴尬 他这个马没法逃 一逃僵死了 你要是先填过来 会怎么样呢 先填过来 聚三平五 直接砍中相 出不去了 所以这个棋啊 就非常尴尬了 那黑方啊 他选择是马三退五 到这儿是想找机会 吃掉冰冰队杀一下 那么这边不要了 那红方就先得一个字 说啊 点点杀 黑方还得逃 那么你一逃 他炮就平八 这时候呢 甩局啊 虽然厉害 红方的话 炮先一将 让你换掉 黑方就靠这个马反击 如果换掉就没骑 所以他不甘心啊 就把炮填进来 找机会呢 点姜再吃你 那么红方呢 先退了一将 黑方也就下了 接下来这起呢 红方退了一步炮 那黑方虽然一将 这边呢 可以落室 你再将就填进来 所以呢 这边是威胁不到他的 但是黑方也没有别的办法 将啊 那这填进来 他这退一步啊 就想吃掉这个炮 做人章 结果红方一招 聚三平四啊 瞬间就反杀了 这个棋马就没了啊 因为现在叫杀 你必须得补试啊 这马一吃之后呢 连少两个子啊 只能连输了 这盘棋履新获胜 这盘棋讲解是一绝高下 这是五阳碑的三四名之战 红方是赵欣欣 黑方是赵国荣 开局是中炮 对平方马上行 黑方呢 进其足 红方形成武器炮 黑方呢 升炮 把狙封住 红方自然巡河狙 黑方呢 选择飞向 这度变化 红方冲兵 试图威胁黑方 黑方退回呢 是一种纠缠 这儿红方虽然这个武器炮阵型厉害 威胁着黑方 三路线 不过呢 黑方这个马其进八呀 打局很厉害 这儿的话 红方啊 难逃便宜 他先走 局八进四 黑方呢 就上马打局 红方 局二平四 黑方就趁机吃一个 那么红方冲兵 开始发挥武器炮的作用 继续冲兵威胁他 那么黑方他也不怕 平开 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红方也不敢强冲 如果说红方想强冲啊 黑方呢 这个棋就大展撤掉 红方最多也就是 吃掉这个马 然后呢 消掉冲足 看着厉害 其实呢 这个棋啊 黑方是后中先 因为这个炮打箱太厉害了 你肯定要补一个 但是你这个马就会出问题啊 抓你一下 这儿你正常退的话 他就马起进八了 你再撤回之后呢 他始终有一个G八平六 但是G招起走完之后 马会丢啊 单G呢 不成棋 所以他会长G啊 跟你交换 一旦交换过来就很厉害 红方如果退一步 想吃黑方的炮 正中吓坏 平G吃G 你敢吃挂脚杀棋 你只能吃马 双G一线叫着杀 你只能上马解救 这里呢 瞬间啊 反客为主 把炮吃掉 接下来还吃着马 如果你要去交换啊 他G六平物 等你去看马的时候呢 他跑五金二 这样一来就把G给抽了 所以呢 黑方的套路呀 非常经典 这样红方呢 不敢贸然行事 那么红方拆炮 黑方也就不是 从这个局面来看的话 黑方有反先之势 因为红方呢 暂时攻不动了 他准备呢 一心换位 看黑方你怎么攻吧 这样黑方小足一冲 你吃就冲炮打G 这度期呀 相当狠 一旦一对完G之后 这边你G肯定要闪开 闪开这马就没了 所以红方点进去 准备呢 绕道法属 黑方呢 小足一平 这度期啊 应该说也是下的 非常积极 他是想为回马做准备 红方一吃 黑方这儿 其实有一招平炮 可以解围的好起 双方的这边 是一个交换 这个 则你还不敢吃 因为下一招起 回马金枪呀 就可以打着门工 把狙吃掉 那一狙换双啊 就这个局面 黑方还过了一个足 肯定是有狙杀无狙了 所以说这度期啊 黑方这个平炮 可以解围 红方呢 他是不敢去吃 黑方的炮啊 你现在肯定得 补要项啊 那么他这期就守住了 所以这度期啊 应该说非常经典 那黑方这个足过河之后 对红方的马会威胁 这样的话 黑方比较满意 那么实战 他是直接退回了 那这个期 其实就给了 红方上马机会 啊 你这个足就威胁不到马 那么这儿对黑方来讲 文件的招法 一个是进区把区换掉 另外一个就是说 走一个将来抛弃平六 啊 比起风马 如果你要上马 他就选何区啊 找机会上马 彩炮吃马 给你转换 所以这度期的话 应该说黑方可以应付啊 那实战 他又没有对狙 又没有走炮 而是走了一个退炮 他是寄希望于足三斤 把对方这个狙赶走 这儿呢 通过底线啊 这个打这门弓 来威胁红方 红方呢 直接就 炮弃金四 啊 不让你这样舒服 黑方足五斤 强行打狙 红方炮弃平静 这条旗呢 很经典啊 那么你吃完之后 他这边呢 有一招 先弃后取 这什么意思呢 首先这个期啊 你不能够 狙八进二 如果你狙八进二的话 他就打向一将 你必须要解门工啊 吃回之后拒免了 所以狙八进二肯定不行 正常狙三平八 对方吃掉 你一吃 看似抓死马 实则他一平足呀 又把这个马给吃了 先弃后取了 所以这度期啊 黑方将来始终有一个 狙八进三 给你把狙换掉 那这边呢 虽然空虚 他也可以呢 结尾了 所以呢 这度期发下去 应该说黑方啊 反衔了 那么红方这时候 他冲个兵 这是高招呀 围而不打 他不吃你 黑方到这里 就非常尴尬了 因为你马没法逃 你逃炮没了 那么狙又没跟 他又没法脱身 等于想狙二进二生根啊 人家就把你马吃掉了 所以根本来不及 那怎么办呢 黑方无奈的选择担子炮 想要逃马 红方的顺势就抓掉 那么由于三路狙存在 那你平足吃马 这个旗就不成立啊 所以这门工 也是利用不到红方 黑方就白丢了一个子 所以这度期啊 没纠缠好 现在闪开啊 不想纠缠了 那么红方飞向啊 这样他唯一的弱点 就得以弥补 黑方呢 必起风马 红方就霸王狙 黑方呢 下足 红方驱赶对方的马 这个马也是憋去啊 就硬上 红方简单把足给吃了 这儿黑方没法切入啊 非常尴尬 那现在这个旗啊 他浸泡强行威胁 红方顺势退回 随时呢 一个跳马 先喝身腿啊 再蹬进去 对方就危险了 黑方赶紧掌距啊 就是防着你上马 平局可以挡你一下 红方不着急上啊 先宠边兵 避免黑方炮打过来 将来形成三子归边 这里 黑方又退回 他是担心将来 被人家平局抓 这个炮尴尬 那接下来这期啊 红方开启了围城模式 先牵住你啊 黑方就对局 减停压力 红方呢 上马 这期厉害啊 黑方到这儿 也是不敢纠缠 为什么呢 你再平过来 他把中边又扫了 你局还得吃 吃完你就 白丢 而且是走些废弃 所以呢 很无奈的吃掉 红方一上马 握槽叫尔沙 黑方肯定要挡 那红方呢 正常是可以吃足的 只不过他不想 把对方局放出来 现在对这个马 有危险 那么这儿的话 红方非常稳健 用马来吃 黑方的话就掌鞠 红方就上马 这招起啊 欲擒故纵 看着吃兵啊 穿上将把鞠踩 所以呢 给你吃你也不敢吃呀 对方看着中足 啊 这儿就踩掉 那么金炮一打鞠 这边一将 刚好逃开 对方只有推炮啊 上马连缓 那这个棋把鞠锁在这里 黑方呢 想去通过踩马得子 红方的话 正常兵武斤 可以啊 你也才为退 他这时候有一个 上马的狠招啊 杀棋 黑方只有退回 可以解围 红方简明 跟他做一个交换 所以在这儿的话 鸡飞蛋打 啥也没吃到啊 红方的话 退鞠回来 这招起啊 就简单对军欺负他 黑方这个棋 他不想对啊 对完剩两个炮 就等着数呀 所以他掌局抢兵啊 试图多吃几个兵 最后呢 勺子哭顶 那红方呢 不给他机会 黑方也是无奈 把炮平开 避免丢下 红方呢 顺势平兵啊 黑方在这儿 已经是败事了 他还是要坚持一下 红方又吃一个啊 就是呢 功成为下 功心为上呀 我都把你兵吃光了 你还少个子 还不认输吗 黑方狙起平武 我非吃到你的中兵不可呀 红方就吃你炮 啊 黑方一甩之后 红方再抓 黑方选择去打狙 他不让你窝巢嘛 啊 红方枪行窝巢 这儿硬吃炮 黑方还出不了老将 没办法 只能走炮 接下来这起的意思就是 你要吃 我就打掉你的中兵 反正不管说什么 我非吃你中兵不可 那么红方这时候退回啊 他掉了枪头 准备了神龙摆尾 过来抓炮 这个兵我就不要了 吃你炮 看怎么走 到这儿黑方非常痛苦呀 又形成了担子炮 红方的话继续吃 黑方呢 这个棋也只能出老将 继续呢强保 这儿红方选择是回马 此招一出呀 对方也就认输了 因为你在走这个棋的话 红方一招回马心枪 就锁定乾坤 所以看了这个炮要丢 对方无可奈何 只能认输 这盘棋叫欣欣获胜 这盘棋叫欣获胜 这盘棋叫欣获胜